各位法师 各位居士菩萨大德 大家好 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做婆学问答 那么心徒问说 什么叫做大佛奇 为什么要用大这个字呢 那么大佛奇呢 他的这个全名来讲的话呢 应该叫做打法奇念佛七天 因为中国的文化呢 喜欢浩茧 所以呢 就把这个整个全名呢 就用一个简称啊 打法奇念佛七天呢 就把它简称为大佛奇 那么关于这个打这个佛奇呢 就我刚才解释 打法奇念佛七天 那么也有教内的大德 法师呢 对这个打佛七呢 有另外一个解释 就说呢 打佛七 这个七呢 就是打掉 这个第七意识 我们第七意识呢 叫做莫娜式 那么这个根本的这个我值啊 啊 那么要想断烦 那么要想断烦 解脱生死 解脱生死 正这个无我 就要打掉呢 去除我们这个 第七意识的这个妄想 这些的执着 这是我们教内 也有一些的法师 做这样的解释 那么关于这个佛奇啊 很多的这个道场 有时候呢 有时候呢 会举办这个法会七天 就是称为做佛事啊 法会七天 那么 若是以念阿弥陀佛 这个圣号为主的 就称为这个佛妻 那么如果以念这个 那么观世音菩萨 这个圣号为主的 就叫做观音期 那么 念这个 往生座 为主的 叫做往生期 那么也有 七天呢 颂念呢 这个 嫩言座 或嫩言经呢 七天 那么就称为 那么在这七天呢 就是以这个 做这个佛事法会为主 那么通称啊 也都可以称为啊 就是佛妻 就是做佛事法会七天 这样一个意思啊 不过 现在 啊 有很多 这个道场 或者是共修会啊 都有举办啊 打这个佛妻 那么 一般信徒 也会知道说 主要是以念佛为主 就是有七天念佛的 这个法会活动 就称为 打佛妻 但是这个打字啊 对于一般的 没有学佛的信徒来讲 可能会比较生疏 认为说 为什么要用打字呢 其实 他的学名 应该 把它解释成 就是打法器 好 那么信徒又问说呢 什么叫做呢 这个普佛啊 那么这个普佛呢 它是属于啊 忏悔仪式的这个一种 那么主要呢 是以这个礼敬啊 诸佛 还有呢 忏悔业障 还有呢 这个供养三宝 以此来增长福慧 那么 这个普佛的这个内容的话呢 这个仪式的一个进行 有这个唱这个香障 还有念诵佛号 还有 有唱悔文 赞佛记 还有拜愿 三归一 肥相 那么一般在普佛的这个法会的 这样的一个时间 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那么 那么 在这个当中 主要的这个唱悔文 是以这个 八十八佛 唱悔文 这个祭送 为这个主体 好 那么合并呢 称颂禁礼 以此 可以呢 灿除罪业 好 那么这个 这个唱悔记的这个祭送 主要都以这个 《法源经》的 这个普弦恨宴品里面的 这个四句 往昔所造 注意 皆有五死贪嗔痴 重生与欲之所生 经对佛前求忏悔 或者是呢 一切罪障皆忏悔 那么 那么 虽然在这个普佛的时候呢 可以 以不同的 这个目的啊 而有 延伸的 就是主要以消灾元素 为目的的这个普佛 或者是 也有 超见 方面的 这个普佛 那么 在佛菩萨的这个圣诞 或者是有这个 特别的这个日子 信徒 有这个 生日 然后特别 也 请 法师啊 来做一场的 这个延伸普佛 这样一个共修法会 那么在 每年的这个 大年初一啊 我们能够呢 到实验里面呢 去参加 这个新春的这个普佛法会 以此因缘呢 来 忏悔我们自己的业障 还有呢 祈求在这新的一年呢 能够消除各种的灾难 免除各种的这个障碍 这个 这个 也是 非常有意义的 好 这是有关于普佛 他的这个内涵 接下来信徒 又问说呢 什么叫做 这个 灾天 几乎啊 在这个 过年 尤其是在这个 每年的 农历啊 大年 初九 那么 很多信徒 都会说呢 当天啊 是天宫生 天宫的生日 都会 有举办啊 拜天宫 或者是摘天 那么其实 我们佛教的这个摘天呢 它是有 更深的 这个意涵的 那摘天呢 又名为共天 那么 这个仪式呢 是随着 在随代呢 天台中的这个智德大师 他依据呢 这个金光明经啊 啊 制定了这个 金光明唱法 那么一句呢 这个金光明经里面啊 的记载啊 说呢 朱天啊 在这个金光明会上时啊 于佛前啊 发这个 菩提心 要 要 扶持这个正法 然后修诸善业啊 不做恶行 那么 朱天呢 也遵照佛陀的这个 祖父啊 寻寻人间 那么以这个慈悲心啊 来辅助啊 有德的人啊 啊 那么 就这样子 提心啊 修道者 圆满佛果 因此呢 因此呢 永住啊 啊 所以 在这个法华经的方便评里面啊 就有讲到啊 我所得的这个智慧 唯妙最低 众生啊 诸根顿啊 着乐 吃所忙 如是之等累啊 云和 而可度啊 那么众生啊 乐着以 五欲乐啊 很难觉悟佛法的这个真理 那么 所以啊 佛陀有入这个灭盘的 这样一个意思啊 那么 在那个时候呢 这个梵天王啊 还有这个四提环音 我们 中国把它翻译成 这个 就是玉皇大帝 这些诸天啊 他恭敬合掌 离请啊 佛能够转这个法轮啊 就是 劝请佛陀啊 能够 说法 利益众生啊 那么佛陀啊 训练啊 过去诸佛啊 所行方便利 而做思维啊 就说呢 我今啊 这个所得 这个道国啊 那么一应呢 来说 这个三圣 那么佛陀啊 就这样子 经过呢 这个诸天的这个劝请 佛陀就同意了 哦 哦 然后 就这样子 留在这个 人世间 那么先到呢 路也愿 说法 之后呢 又到 各地方去呢 各地方去呢 度法 有缘的 这些的众生啊 所以 这个灾天啊 这个灾天啊 佛教的这个灾天的这个 这个意义呢 并不是民间的这个拜天空而已 而是对于这个佛法的这个附持啊 与这个修学啊 除了感恩 这个诸天菩萨的这个 护持 同时呢 也祈愿啊 诸天的这个菩萨 以千层礼拜 供养三宝 以及啊 迎请诸天啊 啊 能够呢 光降 来受供 使得呢 这个佛法 能够兴隆啊 三宝呢 常做众生的这个 暗夜明灯啊 并且呢 能够保佑 我们这个世界啊 能够长久的 这个 祥和 平安啊 啊 也就是世界呢 能够和平 国态啊 能够明安啊 啊 所以 我们佛法的这个 这个 灾天呢 啊 是 有很深的 这个意涵 而不只是呢 像一般的世俗 只是拜天公 啊 准备 美好的饮食 然后来祭拜天公 啊 那么最主要 我们要感念啊 啊 诸天有 劝请佛 说法 这样一个 啊 复法的 这样的 功德 然后 我们也 学习 诸天啊 他们能够作为 诸天的这个天主 在这个人世间呢 都是 修了很大的 这个福报 啊 啊 所以 往生后 才 来投生到天道 然后作为天主啊 啊 在我们 啊 这个 原始的佛教里面呢 就有修这个六念 啊 就是做佛弟子 啊 常念 啊 六种 的这个功德 也就是练佛 练法 练生 练戒 练诗 哦 念天 哦 念佛法声 也就是 原念三宝 然后 念戒 哦 我们常常 啊 啊 这个原念 持戒的 这些的功德利益 哦 那么 持戒呢 可以生起禅定 乃至呢 可以让我们 成就无上菩提 哦 三世诸佛 哦 在阴地里面修行 也都是 因为 受戒 持戒的因缘 然后 解脱 生死的苦海 乃至成就 无上菩提啊 啊 所以有念戒 这个功德 然后 念诗 也就是念布诗 哦 布诗呢 可以去除我们贪心 可以增长我们的福报 哦 尤其 在这个社会 哦 我觉得 啊 布诗 还是非常的 这个重要的 哦 那不管你是佛教徒 不非佛教徒 哦 只要我们有 多余的 这些的 啊 钱财 啊 财物 哦 那么我们 啊 都可以 来做布施 帮助 有缘的 这些人 哦 哦 那么布施 哦 有你这样的一个布施啊 啊 可以舍离我们的千贪 还有增长我们自己的福报 佛教讲因果 你看在这个人世间你说平等吗 有人出生之后 哦 就非常的富贵 有人出生之后呢就是非常的贫穷 哦 哦 那么 以我们佛法的因缘观来讲 人家 生长在富贵的家庭 有它过去 哦 修布施的 这样一个福报 所以 哦 出生的时候 会遭感富贵的因缘 那么 会出生在 非常贫穷落后的地方 那么 那么这有 我们过去 千贪的因缘 但佛法 讲的是 因缘观 并不是宿命论 并不是宿命论 富贵 如果说 你没有继续 你没有继续 在行布施 或者是工作 守护你的 这个财物 那么做吃啊 也会三空 贫穷 贫穷 也并不是 永远的贫穷 贫穷 透过你的努力 累积你的财富 以及 也会有 以及透过 你的行善 不失 改变你自己的 改变你自己的 因缘 你的福报 增加了之后 慢慢 慢慢 你就由贫穷啊 就变为富贵之人啊 所以 你作为一个佛弟子的话 我们看到 人家富贵 我们也想到说 人家过去 因为 有行布施 所以呢 才有招感富贵的 这个果报 那么 处在贫穷的 这个环境 只要我们 常去 供养三宝 以及 不失 需要帮助的人 累积自己的 这些的福报 当你福报 增长广大之后 那你的 因缘就改变了 但 我看这个社会上 有很多 富贵的人 为富不仁 在富贵当中 没有好好珍惜自己的 富贵因缘 也是因为你过去 曾经行善布施 所以才招感富贵的 这样一个果报 那么你能够了解 佛法的因缘观的话 那更应该 要善用自己的财物 去寻尚布施 累积自己的一个福报 才不会坐吃山空 那么对于贫穷的人 也应该 也应该 给予照顾 那么贫穷的人 也不要去 忌妒 有钱的人 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 如果说我们 没有 这个 对佛法 有正确的一个了解的话 好 那么贫穷的人 好 去嫉妒 富贵的人 富贵的人 去看不起 贫穷的人 而不了解自己 贫穷跟富贵的因缘 那么彼此 用一种歧视 或者是看不起 那么这样的话 都会彼此 互相的造业 我们了解佛法的 如是因如是果之后 你想要 这辈子过得好 你想要这辈子 富贵 下辈子 又能够得到真上身 一样保有富贵的话 我们就是要 行持不实 来增长我们的福报 好 这是有关于不实 那么讲到 念天 诛天 也就因为在这个 人世间呢 也是行善不实 那么 欲介天来讲 他们在人世间 修了很大的 这个十善业 还有不实的 这些的 因缘 所以 死后才会 投生到天道里面 当诸天的这个天主 那么 想要升到这个 这个社界天 当社界天的天主的话 那么在这个人世间呢 除了修这个布施的话呢 还要修这个禅定 好 那么不实呢 主要 还有 慈悲喜舍 事无量心 那么 以此这样的一个因缘 死后呢 才会投生到 欲介天 当 当诸天的 这些的 这些的天主 那么 无色界天的话 就只剩下意识 会升到无色界天 在这个人世间呢 他得要修 比较深的这个禅定 比较深的 所谓的 四禅八定 那么 以此禅定的力量 他死后呢 才会投生到 这个 无色界天里面 那么 有讲到 这个灾天 也就是呢 演练 诸天 这些天主 在人世间 因为有修布施 修事无量心 修禅定 种种的功德 才会投生到天道 那么 佛陀出世在人世间呢 又有劝警 佛 注释转法律 以此这样的一个因缘 我们感恩 诸天的 这些的 劝请的功德 那么我们也学习 诸天 在因地的一个发行 那么最好 我们把所修的一个功德 也都能够 回向 极乐世界 那么 所有的功德 也都变成了 我们往生的 质量了 那么今天 时间的关系 就跟大家 开始到此 祝大家 业障消处 不会增长 阿弥陀佛